逍遥轩中 今日的虾仁来得挺早 不出意外 后面这段时间 有的他忙的了 全都是因为郑家催家 虾仁不由地将自己不能睡懒觉的气愿 一同归结到这两家头上 而此时的虾仁站在后堂 眉目凝结地看了一眼营收的账簿 美玉姐既然清点出来 这段时间逍遥轩的营收了 那就让熊家兄弟下午空闲下来后 就送去四角山的石探工房那吧 好的虾仁 我等会就去吩咐 不过虾仁 这么多灾民 你确定收得过来吗 没办法 现在处在这个时候了 世家既然想弄我 那咱们只有硬着 而且这对我来说并非是个坏事 现在 经过昨天到今天虾仁的查验 石探工房的账簿上赢虽然多 但支出成本也多 再加上虾仁这次直接把自己家里的班底 干脆一股脑地投了进去 再加上逍遥轩这边 拢供起来 加起来不过两万多贯 虽然多 但恐怕也撑不了多少时间 现在虾仁就希望自己那个便宜老账人 能够动作快点吧 哼 这郑家崔家当真可恶 假借善心做恶行 欺人太甚 没事儿美玉姐 兵来降党 水来土掩掩 你不用担心 虾仁 你啊 心可真是大 世家如此亲密 你还坐得住 美玉姐 就算这骂 也骂不出个结果 而且愤怒只会影响 咱们自己理智低 一步一步来 不急 虾仁 你心态真不错 是成大气的人 嗯 心态不错 不知道昨天是谁 算账算得气及时 那骂人的声音 从前院传到了后院 而且 那骂的 那叫一个脏啊 而且自己那个堂兄 还一脸学到了学到了的表情 不愧是老师 这装起来就是这么自然 昨天都差点哭出来了 今天还这么淡定 那你有何打算没有 毕竟崔家正家 乃是庞然大物 如果没有准备 恐怕 那又如何 他强自他强 清风浮山岗 他横刃他横 明月赵大江 哦 哎呦我去 又是一首好诗 赶紧抄下来 下次又可以去妹子面前装杯了 这诗俱配上现在这个情景 帅就完了 果然装杯是门学问 这时候 从前堂 走来了逍遥轩的侍女春禅 公子 自从这几个丫头被买回来后 这营养跟上了后 这身钻耳也就越发的好看了起来 这鸡袍穿的也是身得我心啊 怎么了 公 公子 嗯 你这丫头你倒是说啊 公子 昨天听完咱们逍遥轩遭了些麻烦 所以今早我们还有大毛他们商量了 这个冬天 我们希望公子不要给我们月钱了 而且 这是冬假你这两个月发给我们的 实在太多了 我们也用不着 一众逍遥轩的下人自从之前便知道逍遥轩被人盯上了 而且还是世家 而昨天苏美玉那么随口提的一嘴 再加上熊家兄弟每天都会跑城外 外面发生了什么都是知道 所以一来二去 再加上今早看到清算营收得时候 便知道这个时候 正是下人用钱的时候 几个人便凑了起来商讨了个说法 让春长过来说 而今天早上 正是到了发第二个月月钱的时候 但苏美玉在下人来之前给每个人都发了 但又被重新准备凑了起来 还准备还回来 虽说不多 但在这时候 他们也实在不好意思继续收月钱了 听着春长有些怯懦的话 瞎人不由的一笑 那自然是心满意动 怎么 你们是从哪儿 听的小道消息 我就这么缺钱了 这不 行了 还不至于 你们哪 把钱拿回去 月钱该收就收 我还不至于 为了这点钱头疼 行了 去吧 可是 快去吧 不然就吃西瓜了哟 公子的脸 看不得 实在是太好看了些 而且这绿毛实在是太好看了 而11岁的里程前 更是看着这下人给主家送钱的一幕 若有所思 瞎人正刚想坐下 门外二毛便一路小跑了进来 东家 东家 门堂外来了 对妇女跟兜令辅舟大人吵起来了 这一天天儿的 咱们烦心事儿都烦到一块儿去了 走吧 我去看看 逍遥宣正听 一须发板正 轻袍撞身 一身官员气的中年人 指着面叫唤的正欢的一个小丫头 怒道 哼 放肆 你个黄毛丫头 好不知理 我呸 老杂毛 敢骂我爹 本姑娘 今日就要收拾你 阴马 不可乱来 哼 老杂毛 你才是乡野渔民 你押才是 你全家都是 放肆 咒大人 不如我让人将他们带回衙门 胆胆党免诋毁党朝管员 最可当五十大板 倒是好大的官员 还是算了 这时候 瞎人走了出来 笑面相迎 几位大人 如何一回事啊 是小师仙啊 原来是小动家 小动家 你这小妖犬 还真是什么人都可以进来 哈哈 小师仙别来无恙啊 瞎人的露面 让几个官员还招呼了两声 只要是经常来逍遥轩喝酒的 一来二去 也自然认识了瞎人 这背后站着和间郡王 听闻还有几位位列 朝堂前排的高官做宝的年轻人 这几位没办法不好脸相待 见过诸位大人 周大人 不知是何事 让诸位恼怒 不如小子来给你们调解 出来喝酒嘛 不就寻个乐子 既然是小东家来了 那我们我不能平白闹他 不过小东家 你这个地儿 难不成这些乡野渔民也能进来 好 乡野渔民 乡野有无渔民不知 不过这长安城 确实多些余观 你呢 这位大人 莫及莫及 碑中无论王侯民 一盏尽叹人声歌 我这逍遥圈 并非什么乡民 便不能尽的地方 只要付得起酒钱 这天下英雄 我都能招待 这时候 那中年男子倒是眼神一亮 没想到这个十几岁的年轻人 倒是会为他说上一句话 这时候 那位周大人 反而拦下了身旁的官员同伴 不愧是小诗仙 碑中不论王侯民 一盏叹尽人声歌 好诗好诗啊 不过 这老汉说本官不懂酒 所以才发生了口角之争 本想大事化小 不过此女竟然大放厥词 污蔑本官 我呸 你个狗 原来如此 不懂酒 不知这位老伯什么说法 你便是这个酒馆的东家 没错 这酒也是你那样的 算不得 只不过有点方子而已 不过老伯 为何您说周大人不懂酒呢 不说其他 能够跟这几个官员 对上却一点都面不改色的 那能叫香民俗夫吗 这个男子不简单啊 闻此酒便知道采用的是上好的丹柜 哦 大伯道士好眼力 桂花酒色泽浅黄 桂花清香突出 盛酒之后 并带有类似于山之的特有锤香 酸甜适口 唇厚柔和 鱼香长酒 只需一闻 便知道呢 没想到这个所谓的香饮于名 竟然还真的有上本事 而单柜之酒 最佳的饮食 应该在晚上 因此酒应到一瓶二回 三下后 方能品出其中的韵味醇厚 幽香万里 而此人却如同随饮其他 俗酒一般牛角母的 不是不懂酒又是如何 哦 老伯确实有眼力 说的都对 没想到是一位酒中前辈 小子佩服 这绿毛倒是看得顺眼的许多 知理 谦逊 能为一名人敢向官人直言 不错的小狼 低调低调 隔止是个传说 不过前辈 黄金白币买君醉 一醉泪月清王头 这酒啊 达官贵人 百姓民众能喝 哪怕贼子庶人 亦能喝 只要酒好喝 图个痛快心味 便是酒存在的意义 您说是不是 但如此没酒 没酒 那就是拿来 喝得不是 几位大人 我看呐 此事就如此如何 大家为酒而来 都是酒中人 何必伤了和气 哈 小师仙都开口了 也不是何大事 那便算了 看来老夫确实糟蹋了 这桂花娘 倒是某出言不许 梦弄的 这一来二去 矛盾就被虾人 从中调解了 当矛盾被解决之后 双方人散去 那小姑娘 反而倒是蹦蹦跳跳地 走过来 捏着细嫩的小下巴 眨巴着灵动的大眼睛 随即说了句 虾人差点吐血的话 行啊 小粉狼 有几分问财啊 我特么的 你特么 说我小白脸不成 待会我就让崇逸 好好教训下 你这丫头 阴了 不得无礼 不好意思这位公子 家中小女 疏于管教 平日里没大没小怪 没事 没事 不是吗 娘亲不是说 只要崇礼 莫要胡言 你一天别听你娘胡说 呵呵 公子莫要见怪 这小丫头 家族文化破风啊 没事没事 怎么这位老伯 可是来我逍遥轩喝酒的 想必我这逍遥轩的酒 应该能满足您老人家的口 小狼家店里的酒 确实百年难遇 不过这酒前老夫 现在身上未带那么多钱 这 原来如此 老伯也是 如我演员儿的人 不如这样 我请您后堂 喝上一杯 那怎能行 好酒自然有他该有的家 老夫既然没带钱 那就喝不得 没想到还是个性情中人 这果然就是以前电视剧里面 那些跑江湖的大侠的气度啊 相比之下 自家那便宜老丈人 跟他那一群跟班 这品德 输得跟调底呀 无妨 就当小子请老前辈 喝一杯如何 不不不 规矩自然是规矩 那这样吧 老前辈 不如今日先喝 后面再把酒前 给晚辈送来 您觉得如何 如此 那便好 你放心 老夫定然将酒前送来 绝不脱节 好说好说 里面请 人品啊 这就是人品啊 哪像那个皇帝 还有几个大官 看看人家 真是没法比啊 就这样 瞎人将这对妇女 邀了进去 至于瞎人 为何在现在这个时候 还请着不起眼的中年男子 那自然是有着他的理由 同时此刻 长安城皇宫里御书房 除了一身龙袍的李世民 还端坐着一位身穿飞袍 一位身穿如同白色纹衫的老者 正是太原王家的家主 王端 以及之前瞎人 便同孔颖达一同见过的老学鸠 王继